我先跟大家看一下我的握板 现在的握板基本上就是不像原来了 你说要有那个偏正手的 咱们老一辈打法 大家就看是不是都是这么去握 握得比较撇 然后这个手指在这个位置 这个手指是在这个位置 现在握板基本都是相对偏勾一点点 对 偏勾一点点 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讲究的是一个什么 综合的实力 而且更突出反手了 更突出反手了 因为现在这个球你没有反手 你反手站不住 反手对抗不起来的话 你也没有正手 所以说现在所有的握板 包括马龙 樊振东 王主席 包括你看女队的孙颖莎 王曼玉 陈梦 他们握板基本上都是稍微偏反手一点的 不像原来的打球都是这种撇子握了 可能去利用手腕的甩的鞭打的力量 去制造弧线 利用抖动这一下来制造弧线和质量 现在不是的 因为现在这一下的力量出不来多少了 现在更注重的是用身体的力量 用身体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握板更偏向于反手 要的就是什么 两面均衡 两面均衡 我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到两面均衡 大家看 我如果把板子握得非常撇 你看 握得非常撇的话 我的反手 我过来的时候手腕是憋着的 你看 我的反手手腕是憋着的 我就没有一个很好的摩擦面 你看我压不下来 我压着手 这个手背是憋得非常难受 是憋得非常 打时间长会疼的 手腕也就等于转不过来 你看吧 那我要是这么去握的 像现在当今 现在主流的这种握法的话 稍微偏反手一点的这种握法的话 这块留有一点点的空隙 然后偏这边握得多一点 这边少一点 我们这样的话 你看我正手过来的时候 手腕是有点勾的 我们可以通过调节 调节手腕 放松调节 别使劲调 把手腕稍微展开一点 回引的时候 对 回引的时候稍微展开点 你别上来就这么展开 这么展开的话 这就硬了 你先是放松的状态 等到触球前期的这块 手腕转动拉手的时候 这一下把手腕稍微展开一点 所以你们老说 展手腕展手腕不是一上来就展 一上来展的话 你过来是硬的 对 你看吧 它是手是放松的 优到后面 即将要用手腕 手腕要抓球的时候 把手腕相对 用甩的感觉把它展开一点 这种感觉就是能用上 你手腕边打的力量 和你手腕这种放松 自动转板的力量 所以说我们现在握板 都是什么偏向于 都是偏向于反手的 这样的话 我正反手的转换就不会卡 如果这样的话 我反手基本上是属于 半气的状态了 你看有这么握的老一辈的 反手基本上都这么打 你比如说咱们老一辈 老一辈正手特别好的 原来我们超级联赛的教练 马文革 马文革 马知道 正手真的好 就他现在都五十六岁了吧 五十了 对 五十了得 另一板上去正手就冲 正手是真的好 但反手全是这样的 对 老一辈反手都是这样 因为握板都是这么握的 所以说反手 你的手腕就动不了 卡死的 是的 包括咱们原来打生腰的 像王涛 对 握板都是这么握 为啥因为这么握 你手腕可以卡死 但是我们反腰的话 把手腕卡死就废掉了 没有吧 所以说大家先把自己的握板 可以先调一调 先调一调 然后我们 这三根手指头是干嘛用的呢 我们这三根手指头 先就自然的把它握住 你别使劲 我们有很多球是什么 我们没能打 这个三根手指头 已经发力 抓得已经非常死了 对 发力抓得非常死了 你自己抓得非常死以后 你的感觉就在板头子 板巴的这一块 板巴的这一块 你这两根手指就没感觉了 而且你手是硬的 对 你手一硬 你浑身这个所有的力量 都传递不上来了 是的 感觉就卡死这了 对不对 我们把感觉给到这两根手指 大家看一下 现在讲到食指跟大拇指了 对 把感觉给到这两根手指 你看我们通过这个虎口 对着这个拍檐的这个位置 稍微留一点空隙 稍微留那么一点点的空隙 这样的话能让我们在前三板的手腕 是更加稍微灵活一点 包括转换 你看啊 如果大家你看 我要把这个手腕给它卡死 你看我的手腕转到这就转不动了 但是我把稍微拿下来一点 我手腕可以转回了这样 你看现在所有的 你看反手好的啊 不论是樊振东 林高远 王朱新 对吧 他们在利用拧拉 或者反手下拳 包括拉上拳去拉去抽的时候 他们这个手腕都能转到成这样的 是不是 你看他们在蓄力的时候 手腕最后转就转成这样了 对的 你要这么握的话 你是转不着这样的 是的 你卡死的握你是转不着 你手腕也就被卡死了 是的 一个是这么握的这样的卡死 一个这么握的手腕回不来 你看吧 这就是咱们基础的一个握板 但是虽然说 我跟大家说的这个方式呢 这个东西还是要因而异 你可以稍微握偏一点 稍微握里面一点 这都没问题 握板没有说 一个说是肯定正确的 对 因为每个人握板都不一样 凡真东一个握法 王守欣一个握法 马龙一个握法 但是他们都是大差不差 都是这个 都是偏向于这个 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方式 这样灵活一些 对 为什么他们现在所有的男队主力 女队主力全在去这么握板呢 就是因为当代的这个球 改动的球 需要你去做到两边 必须要均衡 才再突出你的特点 才能去打 所以说这种握板呢 相对在转换上 整个的容错率上 衔接流畅性上 可以做到两边更加均衡 所以说 我也是这么握 因为我原来也是这么握 我小时候握板就偏勾一点 偏勾一点 所以说这个大家 你们如果说 看看自己的握板 然后大家看 哪根手指有感觉呢 食指和大拇指 我们握板的时候 一定是给感觉 什么感觉 就感觉你好像轻轻摸着它的感觉 轻轻摸着 用你的指尖 轻轻地触碰板的感觉 这叫握板 不是我使劲扣住了 包括我们打指板的球 这五根手指都没有一根是弦的 对 就感觉拉伙的手指都要抽筋的 是的 你这能有感觉吗 那不生老硬吗 拉球 对啊 木棍似的 那你不可能有感觉 你也不可能有调节 对吧 不论是横板还是直板 无论是横板还是直板 大家看 我们要有轻轻触碰胶皮和触碰板的感觉 这个就是一个已经是握板了 然后我们什么叫做抓板呢 就是在我们触碰球的这一下呢 我们一定要把板稍微抓得实一点 因为什么 因为你再轻轻地去的话 轻轻去触板的话 这个球打过去的时候没有重量 它是不集中的 而且不够实 对 所以说在触球这一下 我们要相对抓实 而不是说完全抓实 那就变硬了 对 什么叫相对抓实 就比如说我现在手跟板的感觉 我只给了两层的感觉 两层的力量去抓板 我现在手上有感觉很放松 有触感 有触感 你碰到球你就有回馈 你就能调整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在触球这一下 我们把板抓到什么 抓到七层到八层 这已经是上线了 你要抓到十层 那你记住 你手肯定是僵的 你的球也会没有感觉 你手僵了 感觉也传递不朝手上 你也没有知觉 你帮我硬的时候 你手一定是没知觉的 是的 拉上拉不上 你自己是不知道的 现在给大家讲的 这个握板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关键 最基础的 但是是很实用很实用的 对 而且这个不难 这个你只要是 把这刚才我说的 这个做出来 你就能做正确 这个不难 它不是说像拉球 我们还要体会 对 要改问题 这个你就按照这个做 你拉球出自然 它就会有一个好的感觉 好的触感 你看吧 然后把感觉给到更多的是 食指和大拇指 食指和大拇指 对 因为你不管是正手和反手 这俩手指是 主要的给予感觉的 而不是发力的 兄弟们 它不是发力的 对 给予感觉 抓板也是他俩 主要去抓 后面三根手指自然 你比如说 我在去抓球的时候 我触球充这一下 其实我这两根手指 抓到了七成 最多到八成 对 但我这三根手指 也就是说 从两成给到了四五成 四五成 也就是 你稍微相对的紧一点 而不是说 我所有都是十成 我给大家进去看一看 咱如果会的话 咱扣波一 我看看 有多少人 确实还是不少的 你看我这就是 很松弛的一种感觉 你看这边 很松弛 我们不像 我们好多球友握板 这个手好像就 怎么说呢 就像 我见的最多的 就已经使劲了 要抽筋的 我见的最多的 就是抱青筋 一直在发力 对 就是没动的时候 都没打球的时候 一直都抱青筋 就是你们太硬了 太硬了 大家看看虎口 你看 我是稍微留了 一点点的空隙 大家看 对 一定不是在 不是把这个虎口 跟那个顶死死的 这样的话 你正手也用不上手腕 反手也用不上手腕 大家明白了吗 这个是很关键 你要把这个感觉 从这直接给到胶皮上 然后这块是松的 是的 就行了 这块是松的 不要用你的整个虎口 去使劲握的 就给到你的指尖上 给到胶皮上 这样的话 你手跟胶皮有感觉了 它打到板上 球的感觉 自然就传递到你手指上 明白吧 对 你看这样的话 我反手是这么走 我手腕能充分地转开 手指的感觉 手指的灵活性 手腕的灵活性 都没有问题 正手也一样 你看我正手 你看我这样 我不管是摩擦 你看我的手指 手腕还要有手展 对 然后撞击 这都没问题 看到吧 撞击 这都没问题 谢谢 感谢观看